第110集 凤子涵可不会相信此事和白木槿没有关系 凤子凌听了凤子涵的话哭得更大声更卖力了 边哭边告状 哥 丽儿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子 这种奇处大辱 叫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待在京城 凤子涵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盯着白木槿 似乎想要看出她的心虚 却发现白木槿生就一脸平静 白小姐 你还说不是你 竟然敢打我妹妹 但我楚郡王府好欺负不成 人是我打的 那是她先动手 与我表妹无关 陆飞员可见不得人欺负白木槿 反正哥哥在 她是不会被人欺负的 凤子凌立刻抬起头 推开凤子涵 指着陆飞员道 那也是你自找的 你竟然敢对我出言不讯 我本来打的是白木槿 谁让你自己凑上来的 你活该 陆飞员也不甘示弱 针锋相对道 你凭什么打我表妹 她没招你 没惹你 你有什么资格打她 我说的有错吗 我没资格打她 她算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国公的女儿 我父王 可是郡王 即便你父王是郡王 你也只是白身 即便是郡王爷亲你 也不能无缘无故地 折打宁国公的女儿 你还真就没有资格打她 你 哥 你要给我做主啊 凤子凌剑说不过人家 就又开始向凤子涵求助 凤子涵看着自己妹妹 也有一些头疼 此时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 但自己妹妹到底吃了亏 说穿了白木槿也是罪魁祸首 她看着白木槿 白小姐 难道就一点错也没有 白木槿不得不为凤子涵 莫名其妙地而摇头叹息 她根本就硬要自己承担责任 不过又如何呢 她只是笑着道 冯世子 凤小姐不过是不满 我要你负金勤罪而已 不过关于此事 我绝无退让的可能 凤子涵觉得 自己若不是不打女人 一定会一拳打碎白木槿的脑袋 让她那可恶的笑容再也没有办法出现 这个女人着实可恶 不仅羞辱自己妹妹 还想羞辱她 是可忍 恕不可忍 她冷恨一声 嗨 休想得逞 那就走着瞧 说是世子自认为自己没有错 不妨随我一起去见皇后娘娘 看看究竟此事 是非取之 该如何论断 凤子涵冷冷地瞥了一眼白木槿 对她很是不屑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随你去 我是没有资格 但我必须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白木槿毫不退让 她也不会退让 因为她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声誉 凤子涵看着她 愤怒洗上心头 本世子哪里说错了 你就是个无德汉妇 你自己敢做 难道还不让说吗 此刻围观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 开始打量白木槿 没想到她竟然和凤世子有了过节 这让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不过既然凤世子如此评价白木槿 一定是她做了什么失德之事 凤九卿看着情形 眼里闪过一丝不悦 子涵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九皇叔 我何曾说错 他在家七灵弟妹也就罢了 还当着我的面掌握自己妹妹 这可是你亲眼看到的 凤九卿的眼神变得幽冷起来 很明显对于凤子涵一意孤行 十分的恼怒 却依然挂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你别后悔就行 白木槿冷眼看着凤子涵 你会为你说的话负责 表姐咱们走 陆飞员此刻也恨极了凤子涵 他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诋毁锦儿 这不是要断送白木槿的名声吗 作为表姐 他不能袖手旁观 拉住白木槿 义愤填心道 凤世子 你太过分了 我表妹何曾七灵弟妹 那是白芸汐意图诋毁锦儿的清白 换在你的身上 你能忍吗 你不分青红皂白 就污蔑我表妹 此事 我定会让祖母做主 凤子涵可不是那种怕事的人 即便陆飞员搬出了陆家老太太 她也不会低头 反而昂首道 即便是陆老太太 也不能颠倒是非 她能蒙蔽一时 绝不能蒙蔽一世 你也是白二小姐的表姐 应该要不偏不倚才对 表姐 不用和她争议时长短 我说过 她若不公开道歉 为自己的话负责 即便闹到皇上面前 我也会为自己讨回公道 不然明日 便是我写见储君王府之时 白木槿说完这一席话 便将陆飞员拉离这里 直奔皇后和后妃所歇下的听语阁去了 留下一群人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 凤子涵的脸色比平常要冷上好几分 却无力阻止白木槿的去留 听蓝郡主当时不在场 并不知道这一幕是什么情况 只能诧异地立在那里 左看看右看看 但是看到凤世子如此生气 心里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高兴自然是因为白木槿惹怒了凤子涵 就不会成为自己的绊脚石 生气自然是想为凤子涵打抱不平 那白木槿也太嚣张了 仗着有九皇叔撑腰 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和凤子涵叫板 锦瑟一直低头不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这个人往往就是如此 话很少 但做事却八面玲珑 轻易不会开口 陆清云对凤子涵拱手道 世子 此事恕我不能不为表妹说句公道话 你的确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 你要知道 你随意这么一开口 就是要毁她的名声 却对女子意味着什么 你不会不明白 凤子涵看着陆清云越来越不明白 为何陆清云原来提也不提自己有个表妹 现在却为了这么个歹毒的毒妇而和自己对着干 看着陆清云愤然的神色 他只是冷哼一声 哼 清云 没想到你也被他蒙蔽了 可见此女心机之身 令人发指 陆清云看他折迷不悟 也无可奈何 虽然两个人是师兄弟 但是凤子涵毕竟是郡王世子 身份上比他高一大结 他也不能当众指责他 话点到为止 既然凤子涵不听 他也不能网作小人 曾明熙微微醋眉 也过来劝道 世子 有些事儿不能光看表面 你的确错误了白大小姐 男子涵敢作敢当 道个歉 其实并不丢人 凤子涵再度震惊了 曾明熙什么时候 竟然也被白木槿给蛊惑了 他突然觉得很可笑 阴沉着脸道 明熙 你难道也被那丫头的美色所获 真是红颜祸水 美色无人 曾明熙本就不是一个 善于辩解之人 而且他的确对白木槿 存了别样的心思 所以被凤子涵这样一说 脸色立刻就变了 颇有一些羞脑之色 世子说话也要注意言辞 莫要坏了人家小姐的精欲 凤子涵看他真生气了 虽有心解释 但到底他寡言惯了 觉得兄弟之间无需多言 便只好随他去了 想着等自己揭穿了白木槿的真面目 误会自然就解开了 曾明熙对着凤子涵攻攻守 便举步离开 他怕自己继续待下去 会忍不住和凤子涵翻脸 毕竟做了多年朋友 勤奋摆在那里 纵人心有埋怨 也不会因此坏了彼此的关系 陆清云也拂袖而去 对于凤子涵这种 比牛还要倔的人 多说无意 他得赶紧追上白木槿 希望他尽量 不要将事情给弄复杂 给凤家兄弟 一点教训也就够了 凤九卿看了一眼 凤子涵颇有一些 语重心长的道 凤子涵 你还是趁早道歉的 否则 别怪皇叔没有提醒你 事情 会比你想象的要糟糕 只要九皇叔不掺和 那白木槿还能翻出天去 凤九卿嘴角勾起一抹 歇斯的笑手 那就等着看吧 凤子涵见凤九卿如此 只觉得他太过相信 白木槿的能耐 可是他绝不会 逐了白木槿的愿 等会儿就有好戏看了 白木槿要告状 还是先顾好 自己的尾巴才是 陆庆云快步追上了 陆飞员和白木槿一行人 没想到曾明熙 竟然抢先一步到了 似乎还在和白木槿 交谈着什么 陆庆云微微的有一些诧异 但也来不及多想赶紧过来的 锦儿 你还真打算去听雨格 有何不可吗 难道表哥也是过来做说客的 劝我稀释您人吗 说着目光还看向曾明熙 显然刚刚曾明熙也在委婉相劝 试图说服白木槿暂时放下此事 陆庆云有一些不好意思 他也知道白木槿被凤子涵兄妹 彻底激怒了 但是他和凤子涵毕竟交情匪浅 真要闹僵了 两边为难 可就苦了他了 表妹 你也知道 我和凤世子之间 总之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必会劝他给你道歉 学会想法子 让那些听到此言的人闭嘴 绝不会对表妹的名声 有所影响 白木槿挑眉 嘴角露出一丝机巧 表哥认为 你们能够说服凤世子吗 此话也是对曾明熙说的 曾明熙和陆庆云对事一言 都有一些不确定 他们都了解凤子涵 那可是把自尊当饭吃的家伙 而且特别大男子主义 要是白木槿是个男子倒也不难 可偏偏是个女儿身 要让凤子涵给一个女人陪礼道歉 恐怕难度不小 他们明白 白木槿自然更加明白 依着他对凤子涵的了解 此刻他怕是恨起自己了 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跟自己道歉呢 曾明熙和陆清云还试图说服白木槿别冲动 几人争执不下 却听到那边皇后的两个宫女 陈霜和木雪匆匆而来 一见到白木槿便道 白小姐 皇后有请 几人同事一愣 不知道这个时候 为什么皇后又想起白木槿了 他们可真试图劝白木槿别去见皇后呢 白木槿朝陆清云和自明熙笑了笑 似乎在说 现在可不是他要去见皇后 而是皇后要见他 至于见了皇后 他要说什么 那可就没法预料了 陆清云对木雪和陈霜拱拱手 恭敬有礼道 哈瑞姑姑 不知皇后找我表妹所为何事啊 陈霜和木雪虽然和陆清云没有什么交情 但知道他是陆家长公子 与九皇叔交情匪浅 见他如此近着自己 也还礼道 陆公子多礼 皇后只说让奴隶二人来找白小姐 至于到底为了何事 我二人却不知 只不过 还烦请姑姑指点 我表妹年纪尚小 粗目嘱托我 要多加照顾 说二位姑姑能相助 陆家感激不尽 陈霜和木雪 都是皇后面前得脸的宫女 自然不比一般的奴才 对于陆家在朝中的地位 以及陆家老太太的来头 都十分的清楚 陆清云如此说 就是成他们一个人情 这可是比身和金银珠宝 都要金贵得多了 他们相识一言 陈霜立刻笑道 陆公子言重了 其实我们来也没想着 要瞒着白小姐 毕竟今日白小姐 相助皇后有功 不过 线下皇后似乎有些不高兴 好像是见了白家二小姐 大约是白二小姐说了什么 话不用点名 众人也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白木槿暗自冷笑 对陈霜和木雪欠了欠身 多谢二位姑姑 我这就随你们过去 陈霜和木雪便在前面带路 陆青云等人也不能让白木槿一人面对 便也跟着过去了 一路无话 等进了听语阁的堂室 却见白云西红着眼睛坐在一边 见了白木槿等人 还惊恐地色缩一下 仿佛受惊过度的小兔子一般 白木槿眼含笑意地看了他一眼 仿佛将他所有把戏看穿了一半 见他眼路不自在 这才跪下拜见了皇后和陈贵妃等人 皇后娘娘见到此情此景 还以为白木槿真是欺负了白云西 眉头微微促起 但总觉得白木槿这样聪明有才学的女子 不应该是那等心狠手辣之人 但现在下面跪了好几个人 虽然是不请自来 但身份都不低 自然也就不便让他们一直跪着 只好抬手道 你们都起来回话吧 其人谢国恩 这才纷纷起身 闭在一边等候皇后的训话 皇后娘娘看了一眼白木槿 才缓缓道 白大小姐 本宫请你来 你可知所为何事 臣女不知 还请娘娘民事 皇后又瞥了一眼白云西 才叹息了一声 有人说你今日 故意在你妹妹的舞衣上做了手脚 才致使白二小姐跳舞时 一惊撕裂 可有此事 皇后娘娘明鉴 此事和臣女无关 可是 有人说目击你身边的嬷嬷 靠近过白二小姐的舞衣 还留有物证 你怎么解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只是臣女实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姐妹虽然非同母所出 但臣女也不至于会陷害妹妹 这样做 对臣女实在是百害无一利的 怎么没有 这样做就可以让白二小姐出丑 你就可以顺利夺下本届百花圣叶的第一名了 门外响起一个声音 凤子林竟然在此时赶到 同时到达的自然是天蓝郡主 锦瑟郡主 还有凤子涵 最后出现的竟然还有凤九卿 皇后没有想到这么一会儿功夫 天宇阁竟然来了如此多的人 其他人倒好办 可是这宣王不是喝醉了 下去歇息了吗 怎么这会儿功夫又来凑热闹了 她的目光在白木槿的身上 缩寻了片坑 似有所物 只是知道此事 心里却不见得多高兴 凤子林的话引起了众人的眉头紧锁 皇后不悦地斥责她不得无礼 此事和她没什么关系 不应该多言 凤子林给皇后行过礼 才气呼呼道 皇后娘娘 此事与灵儿关系可大了 我是来为白二小姐作证的 这白大小姐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她在家就欺负弟妹 宴会开始之前 她当着我的面掌握白二小姐 我和锦瑟姐姐可是亲眼所见 皇后看了一眼锦瑟 发现她也淡淡汗手 这才皱了眉头 问道 白大小姐 此事已作何解释 白木槿不紧不慢 的确是事实 但那只是因为妹妹出言不逊 一度诋毁成女的清白 身为长姐 教导自己的妹妹 成女认为并无不妥 哼 教导自己的妹妹 用得着打耳瓜子吗 可见你并不是真心将白二小姐当妹妹 而且欺负妹妹也不是第一回了 我可是听闻 你在威远侯府 就逼得白二小姐当中给你下跪 此事应该不是假的吧 凤子凌脸上的笑容 越发地狡黠起来 她也amic 哼 很宇虚 小姐 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